侯友宜现在的这个大群馆 现在在这个Google Map上面 其实已经被网友戏称叫做剥皮了 布置赖青的老家被哭涩登记在侯友宜女儿名色的大群馆 也被网友改名 不过现在最新的叫做侯租公凯旋苑 因为租金不便宜 侯友宜你口口声声 你说要照顾年轻人 但你现在却是带头涨房租 而且是涨最凶的那一个 来剥削年轻人 民进党说过去大群馆跟文大合作时 一学期租金才一万八千两百元 但改名凯旋苑交由信托后 一学期就要九万六千元 等于五年内租金涨五倍 对我来说蛮贵的 我一年七万多 我七万八左右 房租高于一般行情 只是凯旋苑确实也有其贵的道理 大门里头有保全丁少 而且是套房非亚房令租房还付车位 只不过这负责管理的新售公寓大厦管理 维护有限公司前董事长林坤正 过去就被质疑跟侯家关系不差 根据2012年的财产申报 林坤正跟侯友宜的太太任美玲 借了一千五百万元 这笔借贷关系我们合理的怀疑 这是假借贷 但是行真正至现金之时 因为我们知道有借贷就会有利息 而侯友宜在这一笔一千五百万的借款上面 就获得了超过百万的利息 百万利息怎算的 戴伟山应用五年前段隐康说法 不过当时争议率强调侯友宜始终没说清楚 且这五年内侯友宜跟林坤正关系更紧密 大群馆更直接信托给新售公寓大厦管理维护有限公司 五年后侯友宜换了说法 但一样很简洁 TVBS新闻 侯富华串柔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